原标题 李景龙是明朝开国第三功臣曹国公李文忠之子,李景龙自幼喜读兵书,深得明太祖朱元璋的看重。建文帝登基后,李景龙也深受建文帝的信任。建文帝登基几个月后,就开始考虑怎样增强自己的权力,而同时削弱朱各个朱侯王的权力。 不久,周王、戴王、湘王、齐王、明王等相继被废。燕王朱棣就成了一下个目标,朱棣自制无法逃过此劫,在手下谋使到眼的建议下一边争取时间,一边做着战争准备。 而此时的建文帝却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,准许朱棣在南京做人质的几个儿子回到他身边,这让朱棣彻底没有了后顾之忧。 建文元年1399年,监王朱棣起兵倒反,史称靖南之辩,因为朱元章晚年上,尽贤臣大将,所以此时的朝中已无可上任杀敌之人。 无奈之下,建文帝只好派幸存的年老大将耿炳文上阵,朱棣在珍定金河北镇定,大败耿炳文。 耿炳文被击败之后,王子成便向建文帝推荐李景龙,建议让李景龙代替耿炳文执掌平叛大军。 同年八月,李景龙被建文帝败为大将军,统帅五十万大军北伐朱棣。 朱棣听说五十万大军的统帅是李景龙时,不仅不害怕,还对李景龙十分轻视。 面对李景龙的五十万大军毫不担心,指命世子朱高赤,带领一万守军留守北平,自己率精锐兵马云就永平,后又奔袭大明,亲内蒙古宁城。 不久,李景龙便率领军队包围了北平,在攻城的当天晚上,便被城内守军夜袭。 幸亏都督徐能是一个有点能耐的人,他料定到对方夜袭的兵力只有几千人,同时认准了张燕门的防守薄弱。 帅军进攻张燕门,眼看快要攻破城池,李景龙却因为害怕被手下抢了。 风头,命令明金收兵,导致攻败垂城。 几个月后,朱棣回师北平,他与李景龙一战,李景龙大败,最后只得抛弃物资,连夜撤退。 建文二年,朱棣攻打大同,李景龙当即领兵援救大同,可等他赶到大同时,朱棣早已退兵,李景龙无功而返。 接连的失败,并没有让建文帝怪罪于李景龙,建文帝认为,李景龙幼兵不顺,是因权柄太轻,愿受以专征伐之权,赏赐黄月公使。 建文二年1400年4月,李景龙在德州市湿北上,会和武定侯郭英,安禄侯武姐,和军六十万,进入白沟河,新河北雄县境内,结果再次被燕军击败,使得撤回德州,不久,又退至锦南。 同年十月,建文帝将李景龙召回南京,但却没有怪罪于他。 李景龙前后丧失数十万,使得攻守行事逆转,建文帝再也难以组织大规模的军事征讨。 朝中大臣纷纷上书,请求诛杀李景龙,以谢天下。 建文帝对此一概不。 听,建文四年1402年,燕军打过长江,直逼南京,李景龙与古王朱惠开门投降,迎燕军入城,南京陷落。 建文帝不知所终。 等到朱棣登基为帝后,李景龙因有莫乡士姬之功,被授为奉天府运推承宣立武臣,特进光陆大夫,佐助国,加封太子太师,并增遂陆一千十。 朝廷每一大事,李景龙都位于班列之首。 后来的李景龙多次被弹劾,但史明成祖都没有杀李景龙,这让后世很多人都认为李景龙是朱棣派往建文帝身边的间谍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